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来 不可以提我妹妹 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梁 看肉肉啦 看看我这个肋骨牡丹 你看看 不但开花 它旁边还在长小侧芽 好漂亮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 就是这一棵背靠背双头的德国香冰 我们把它拿起来看看 看看它的发根 登登 好厉害哦 你看它的发根也是这么茂盛啊 我们今天就来帮它上盆吧 好厉害 嗯 我们把他拿起来 然后我们把他拿起来 把他拿起来 沥地来 是ไ H W 因为这个德国香冰是小迷你 所以我就帮他选了这一个 小三寸的红桃盆 然后底层一样放入 这个小颗粒的发泡练食当透水层 那生长层呢 我们就用50%的颗粒配土 这样可以维持它的形状 然后我们就把颗粒配土加进去 里面我还是有加很多的赤芋土 来帮助它发根浮盆 中间还是有放一撮微潮湿的椰鲜 然后当然我们周围再给它加强一下赤芋土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就把这个小小的这个德国香槟 直接就这样放上去 因为它已经生根了 轻轻放就好了 不要压断 然后过来就是等它浮盆 那这样弄好之后呢 当然不是很满意 还是加一些美丽的麦饭食 看起来会比较优雅 而且看起来会比较精致 看起来 好了 好了 这样这个德国香槟就种好了 给你们看看 它也是有暗纹的哦 是不是很美啊 这是我的德国香槟哦 好好看哦 有糖心的哦 光这样说 你们一定不知道它有多迷你 我把它放在紫香槟旁边 你们就知道 我说它真的超迷你 有没有看见 后面这一颗是我的紫香槟啊 又开花了第三次 那你看看 你就知道它有多迷你了 然后再比较 它跟橘子香槟给你们看 看我把它放在旁边 这是我的橘子香槟 你看它现在的夜心也有暗纹哦 只是它的orange颜色 因为它成长的关系现在都不见了 那这是我小小的德国香槟 好特别啊 我刚拿到德国的香槟的时候 我有问老板 它长大会有多大 老板说大概也就这样而已 他有拿它其他种植好的给我看 种植好的因为在生长 所以它的糖芹也不见了 所以就是这样绿绿的 然后当然如果你养的好 白粉还是会很厚的 只是现在在选购的过程 被大家摸来摸去 秤秤秤 它的白粉就全掉了 过来就等着我慢慢养 让它再重新长出白粉 希望它的那个糖芹可以维持久一点 否则的话整株就会像这个叶片这样 全部都是绿白绿白的 但是成长的过程 它一定是会这样的啦 好特别的糖芹 糖芹德国香槟 其实我本来小巴切开 变成两颗德国香槟 但是因为它太小了 而且它双头的很特别 所以就这样留着吧 反正它这个德国香槟 我看网络上几乎都是群生的比较多 我们就慢慢看它后续发展 至于要不要把它切开 那就秋冬再说吧 目前就把它养殖在这个小桃盆里 等秋冬它长得比较稳根之后 再帮它换大一点的盆 这样我这个糖芹德国香槟 就祝福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很特别的 德国香槟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